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奋不顾身 你这儿有糖吗 有一个 好 给我 不给 我还要吃呢 给我 给我 崩溃 你不至于喂了一块糖 就这样奋不顾身吧 要嘲笑我啥呢 奋不顾身 不算是嘲笑人的话吧 这只是个成语故事而已啦 李玲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 擅长骑射又懂得兵法 很受汉武帝重用 有一次 李玲率领千名士兵 在和匈奴数万士兵的战斗中 由于寡不敌众 无奈投降了匈奴 我可是打入敌人内部 地下人远 快走 别磨磨蹭蹭 我真是瞎了眼 竟然用李玲这样的孬肿 我 我要灭他九族 陛下 臣有话要说 陛下 我和李玲虽然没交情 但我却很佩服他的为人 这次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战斗中 他奋不顾身 死战到底 最后才会无奈被俘的 司马迁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陛下 而且我还认为 李玲这次投降并非贪生 而是作为我大汉的情报人员 安插在匈奴那里 等有机会再给匈奴一次重击 他在说什么 真是不像话 是啊 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 这家伙竟然还要帮那个叛徒 他是那个叛徒的同党 快把他抓住 看来你吃错药 吃得把脑子吃坏掉了 来人 把他拉下去 陛下 你一定要相信我 陛下 你一定要收回成命啊 安武帝因气愤李玲的反叛 最后下命杀了他全家 此时在匈奴的营帐中 什么 汉武帝竟然杀了我全家 有没有搞错 回大人 是的 大人 您没事吧 这帮不明是非的白痴 我忍辱负重 奋不顾身 为国捐躯 没想到竟然落到如此下场 我发誓这辈子不回大汉 奋不顾身的意思是 奋勇向前 不考虑个人安危 他的祭词是 舍身忘死 万死不辞 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哈哈 最后还是我拿到了哪个糖哦 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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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